在上一期中 袁老师与我们讲述了对撞机之争的背景 和中国所面临的机遇 接下来就要请袁老师详细的为我们分析一下建设对撞机的利弊了 先来看利 在高达物理本身的科学物标方面 CEPC相当于一个效率很高的 Higgs Bosons工厂 它能够一笔现在高得多的精度 测量Higgs Bosons的各种性质 这样就可以判断Higgs的粒子 是否与标准模型的预言一致 同时呢 CEPC还有望首次测量Higgs粒子的自偶核 确定Higgs场参与的真空相变的形式 这对于宇宙的早期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解决反物质 为什么比正物质少得多的疑问 有不少人争论 CEPC能不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其实呢 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 这种争论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有很多理论家提出各种理论 而真正能够把这个领域推向前进的还是实验 实验家做实验并不是为了检验特定的理论 而是因为这些数据本身很重要 而实验的结果呢 也往往出乎事前的预料 重大的发现啊 往往就是这样产生了 一个著名例子啊 是日本神钢地下实验 起初呢 它是为了探测质子衰变而建的 结果呢 没有探测到质子衰变 却探测到了1987A 潮行星爆炸发射的11个中微子的势力 领导这个神钢地下实验的小柴昌俊 就因此分享了200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种态度啊 就非常典型的表现在 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粒子物理实验的国际领导人 丁兆忠的身上 2016年3月 丁兆忠在科大做了一个报告 标题叫做 国际空间站上 阿尔法磁浦仪实验的最新进展 我到现场听了 他反复强调一点啊 就是人类几十年之内 不会再有机会到太空当中去探测质物质 所以呢 他们的实验一定要做对 给后人留下可靠的数据 目前啊 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是 这里有新物理 但这个新物理是否就是质物质呢 那还在未定之天 所以啊 关键就是 在国际空间站 在2004年或者2028年 sorry 2024年或者2028年 寿终正寝之前 抓紧时间多册数据 2005年啊 NASA的局长认为 国际空间站不重要 只有载到火星上才重要 于是呢 把空间站上的实验都去消了 丁兆忠啊 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于是呢 他要求美国農员部 组织一个评论会 请全美的一流科学家参加 说服了能源部 支持阿尔法斯普一 航天飞机啊 本来都快退役了 在丁兆忠坚持游说下 2008年 美国国会通向法律 指定美国政府 增加一班航天飞机 把阿尔法斯普一送到天上去 请注意啊 这是一条法律 2011年5月16日 阿尔法斯普一达成奋进号航天飞机升空之前呢 丁兆忠请其他所有人都离场 他一个人在发射现场沉思了两个小时 哪里有可能出问题 他把每个系统都仔细考虑了一遍 最终得出结论 没有问题 于是他出来 让航天飞机起飞 出来的时候啊 他的全身都被焊石透了 在那两个小时当中 丁兆忠相当于独自面对了群人类的一副重担 这是怎样的责任 怎样的沉思啊 丁兆忠在作文报告以后呢 有同学问他 怎么看宇宙的起源 大爆炸之前是什么的 等等等等 猜猜看 丁兆忠对这些常见的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 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每次建立一个国际平坚站 比较固定是丁兆宇宙的起源 那你建立宇宙是有一个起源的 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不做实验 永远不知道怎么回事 丁兆忠的回答 跟公众习以为常的套路完全不同 他说的是 这些是理论家的问题 我只关心收集实验数据 因为啊 没有实验数据 就永远不可能解答这些问题 我当时就不禁暗想啊 这位同学问错人了 这种问题呢 是适合霍金这种理论家来回答 在报告当中啊 丁兆忠出示了九张各种宇宙线的 刘强的实验结果 包括质子的 亥原子核的 碳和氧原子核的等等 每一张啊 他都说和实验结果 和理论结果不符合 相差有多远 可见这里有新物理孕育 他甚至没有说不符合的是具体哪个理论 哎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啊 丁兆忠能够游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啊 送阿尔法自补一上天 是因为探索暗物质的科学意义非常重大 根据宇宙学家估算啊 我们日常所见的物质只占宇宙总质量的5%左右 那先有手段探索不到暗物质呢 占27%左右 还有68%左右啊 是更加神秘的暗能量 它是一种推动宇宙膨胀的能量 相当于反映力 有些宇宙线粒子的能量啊 比地面上最强大的加速器 产生的还要高得多 所以呢 上天去探测暗物质啊 这是顺理成章的设想 所有的科学家都能够认同它的科学意义 中国在2015年12月 发射的悟空卫星 也是用来探测暗物质的 又如啊 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 CFETR 它的科学意义呢 也非常的明确 建设聚变商业示范堆 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下个大台阶 任何人一听啊 都会觉得它非常重要 所以啊 如果CFETR和CEPC的造价差不多 而两者只能选一个 那么大多数人肯定会选择CFETR嘛 相比之下 CEPC的科学目标啊 就显得模糊了一些 把Higgs波斯子性质的测量精度 提高一个量级 这个目标啊 对于粒子物学家来说 是足够重要的 但是对于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来说呢 就不见得容易获得承认了 在这方面啊 是应该想法改进了 对于CEPC来说呢 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啊 就是经费在国家之间的分配 那如果全部由中国来出呢 这负担就比较沉重 而如果由美欧日俄等国共同承担 那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 就大大提高了 国际热核聚变反应队 就是ITER 它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分担大项目 东道主欧盟出了45% 其他六方 中美日俄寒映 各出9%左右 那如果我国能够说服各国共同投资CEPC 那将是非常好的事 大型对撞机在工程方面的好处呢 其实啊 是对我国十分明确的一项好处 很多人以为啊 这个大部分仪器都要买国外的 那成了拉动别国的GDP了嘛 实际上呢 并非如此啊 高能物理项目的设备都是自制的 90%以上的钱呢 会花在国内的产品上 这样啊 就会促进中国的技术升级 科研部门也会和企业合作推进研发 BPC 就是北京振物件的对撞机啊 以及呢 大亚湾和江门的中美的实验的研制过程啊 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CEPC如果启动得早呢 甚至有可能达到95%的国产率 再举个例子啊 江门中微子项目 要用到2万个20英寸光电倍增管 这个原本是日本公司垄断的 中科研高众所啊 在2008年提出了江门实验的时候呢 就启动了长洲七年发 2011年11月成立了一个产业联盟 2015年底研制成功 跟中国兵器集团的北方夜市 签订了一个2亿多元的合同 20英寸光电倍增管 能够提高国防仪器的水平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突破了不少的高级电技术 对于其他的研发也有促进 在BPC的建设当中呢 有两个比较显著的应用成果 一个啊 是国内首个大型超导磁铁 后来呢 转移给了公司 虽然它本身没有赚到多少钱 但是啊 它把国外进口的磁工人成像 就是MRI的价格 拉低到了原有的几分之一 另外一个呢 是成辉的高精度机床 它的精度从200微米调到了20微米 对国防有重要价值 还可以举个美国的例子 费米实验室做太后创对装机的时候呢 对于超导磁铁的贡献 此前啊 超导磁铁很贵 是论公斤卖的 而费米实验室呢 是按钝卖的 同时啊 它与公司合作 开发了新的技术 使得超导的价格下降了很多 从此呢 才使得MRI实用化 老百姓才用得起 实际上啊 CEPC是个大科学工程项目 它是一个工程项目 它就需要多多应用成熟技术 那如果新技术占的比例太高 项目的可靠性就成问题了 这一点呢 是与航天相似的 而与芯片不同 CEPC用了工程技术 大多是国外一有的 建好以后呢 获得的科学成果是全新的 既然大部分技术 国际上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想采用 那就是实用化和国产化的过程 科研机构提供需求 有时候呢 与公司一同解决关键的研发 大科学工程 对国内的高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 主要是体现在这里 而不是投钱去研究全新的技术路线 那样得到的技术呢 不成熟 不适合工程采用 大科学工程啊 有一个重大好处 是对于很多技术提供了需求 那有人认为啊 你可以分成各个单项技术去研发 但实践证明呢 没有一个大目标的推动是不行的 很多技术在原则上都可以实现 但是没有需求就发展不起来 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之所以愿意长期驻厂 推动合作研发 就是因为有科学的追求 那如果心里没有科学 大家也许就不会那么拼搏了 大科学工程有一个目标 这以后呢 就能够推动技术进步 而分解开来啊 常常就无法取得进展 这就是原因了 总而言之呢 大型对撞机相当于提供了一个 加速技术追赶的机会 因为有这个推动产业的价值 所以啊 大科学工程 并不是像许多人理解那样 纯烧钱 实际的净投入呢 远不像看下这么大 同样是烧钱啊 著名的精神家凯恩斯就建议过 把钞票装在瓶子里面 埋到地下 让失业者挖出来 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那相形之下 为科学工程的烧钱 不是更够价值吗 顶级的加速器 吸引全球科学家的效果呢 也很显著 例如啊 由于LHC的存在 CIRN目前是全球粒子物理研究的中心 世界各国优秀的粒子物理学家 都往那里跑 在英国物理学会评选的 2015年世界实大物理学突破当中 五夸克泰粒子的发现 就是由中国 欧洲和美国科学家 共同的成果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 科威宁教授 张立民副教授 和杨正伟副教授等人 在分析时间数据的时候 由于方法上的创新 他们首先依据到了 五夸克泰的信号 18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十三五规划建议当中 列入了积极提出 并牵头组织 国际大科学计划 和大科学工程 这大型对撞机 正是一个契合的选择 大型对撞机 渴望吸引全世界几千名 顶级科学家定居 和经常访问中国 大大的有助于 中国建成世界科学中心 在这方面的作用 比几所世界一流大学的作用 都要大 还有一个另一 是一般人不常想到的 就是对于国家品牌的提升 请问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品牌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国家本身 为什么许多人 一条德国货 日本货 美国货 就觉得高端 愿意以更高价格去买 这就是国家品牌的力量 其实 这些国家的商品 历史上都曾经是 劣质的代名词 是靠全国持之以恒的努力 一点点提升起来的 企业要做个高 国家也要做个高 2008年 北京奥运会 壮丽的开幕式 惊艳了全世界 这就是中国 做得很成功的一场广告 APEC G20 等等国际会议 也是一种国家广告 这些广告 只能持续几天 花费也不少 相比之下 大型对装机的广告效果 长达几十年 是不是更有价值呢 基础研究的世界领先地位 会提升中国的国家品牌 从而提高所有的 中国商品的市场价值 外国人会觉得 这个国家的科技很先进 买他们的产品靠得住 有面子 花更高的钱买是应该的 这个利益难以定量计算 但是肯定是存在的 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